欢迎来到本司拍卖会 本厂拍卖会唯一的拍屏 来自不咒山的游人 我们的贵客终于到了 我们不咒山真正找了五年 这就是天底下最适合作为妖人的存在 你们帝王赫母 你们毁了我们整个存在 你们会下地狱的 我已经在了 你放开我天天 行什么 小宝贝 做任何事情 都要付出仇吗 行行吗 好 我跟你们走 什么咬人 我去 你放开我天天 不要小心 死咬人 他的血液将能治百病 解百毒 而且心之空白如同一张白纸 可以任由主任调教养成 这次拍卖的居然是不咒山的药人 还长得如此美艳动人 不过 不咒山身为本世纪最强医疗研究机构 背景神秘 没人知道他的具体位置 这场拍卖会怎么界定委托人的身份 笑话 这可是周济拍卖场 不可能是假的 你就把你的性放回肚子里去吧 再者说 这么美的女人买回去也不吃胚吧 叶少 您被遗传病折磨了28年 每次发病生不如死 医生说可能撑不过一年了 既然神医谷的神医找不到 您看 我出500万 我出600万 一千万 夜市 一个亿 这是夜市的接程人 夜志廷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拍卖场 叶先生住家一个亿 一个亿一次 一个亿两次 一个亿三次 恭喜叶先生 这个小疯子的鞋 的确有点作用 从今儿起 你挂我鞋 明成欢 而我 就是你的专人 装傻这么久 终于能进夜餐 少爷能过来 他不是应该毒发生亡了吗 小婷 找到神医了没有 姑姑很担心你的身体 你这抱的是 神医没找着 倒是捡回来一个小痒了 小傻子 你会是我的解药 小婷 叶少累了 还请姑姑别再追问了 叶琴 那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怎么活着回来了 叶少就是捡回来的 那个小丫头 哥 我听说你花了一个亿 买了个傻子回来 小子 叶少 这是药人手术 这药人母亲 药肖还不是最佳 她的性质开发的越成熟 学业的价值功效就越高 性质成熟 公分三级 第一级呢 是学会说话和试字 第二级呢 是懂得感情 会哭和笑 所以这第三级 叶少回去研究研究 就知道了 她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傻子 以后你就明白了 叶少都快订婚了 还带别的女人回家 还是抱着回来 她不怕被传消息 知道吗 自从叶少父母去世后 整个叶家都是她的 她怕什么 先不说了 她是人的 怎么不见了 不知道书房 有没有关于不中山的线索 不好问也叫 那姑娘不见了 什么 药人主策 第三级是什么 原来你在这里 原来你在这里 她是真的不会说话 还是中的 要是再敢乱跑的话 就把你的腿给打断 今天就让我看看 我花了一个亿 买回来的女人 到底是什么字 她这是在试探我 终于是忍不住的 还是 这样都没反应 看来周期拍卖场没有骗人 她真是个小傻子 叶少 给这小傻子 把准备的衣服 已经送到了 跟我来 太棒了太棒了 无形太老气了 这小笼子 穿白裙子的样子 还挺好看 我的眼光果然美丧 很好 很好 以后就按这个风格来 恭喜西姐 恢复自由身 顺利进入叶家 叶成欢 叶叶成欢 在天下 这叶家少爷 可真会去 不周山实验室 灭我全族杀我父母 两年 对我日复一日的折磨 我要利用叶成欢的身份 让那些伤害过我的人 付出代价 叶少 您又发病了 那病不能再拖了 小阿爸尽快给您输血吧 不行 等他心智提升了才说 提升心智 那谁来教他呀 我们这由我亲自来教啊 这是你的名字 嗯 跟着我一起念 叶成欢 成立 管 呃对 你的身体没有问题 多点争取 收拾 教一个小傻子 有什么难 洗澡的时候 打开这里 水从上面会下来 嗯 值得了 这叶之天是傻子吗 他想干嘛 我为什么脱衣服 他想干嘛 我为什么脱衣服 学会怎么也淋雨了吗 我来叫你用刀叉 刀叉 还有完美吧 我只教你这一遍了 如果你学不会的话 我就把你的手 一根 一根 全都剁下来 胃口 来 我们继续 叶之亭 到底是怎么成为叶家继承人的 不止没有一点失货尝试 还动不动就脱衣服啊 简直是个大变态 西姐 我们刚刚查到 渡舟山研究所的一个博士 最近出现了 给我叮叮他 好的西姐 另外我们黑了研究所的资金系统 发现背后的资金 是从花果流出去的 什么 花果 查到花果 就说明 你等一下更近 还没好吧 完了 不会被发现了吧 真不知道害臊 小傻子 小子洗碗澡 记得往一不穿上 还好没被发现 你要是生病了 你的鞋可就没用了 这哑巴 原来是给叶之亭换血的 怪不得看他这么重要 不行 我绝对不能让他如愿 姑姑这么着急喊我过来 是亭哥哥 找我商量婚礼的事吗 唉 也不知道小婷是怎么想的 有你这么好的未婚妻 她还 这个女人是谁 她为什么会在叶家 她呀 是小婷在外面 捡回来的傻子 仗着自己就几分姿色 还想入小婷的眼 捡回来的傻子 喂 傻子 本小姐奉劝你 赶紧离开叶家 不然我有你好看 我跟你说话呢 还敢逗我 你不过是亭哥哥 找回来的一个傻子 我才是他的未婚妻 你拿什么跟我比 我跟你说话呢 你是哑巴吗 何止是个哑巴 还是个没智商的傻子 真不知道小婷是怎么想的 当然 你也别生气了 小婷就是和她玩玩罢了 快要下雪了 我们进去吧 解决了你 叶志廷也活不了两天 叶志廷这个未婚妻 真够愚蠢的 那我就陪她玩玩 看看叶志廷是会心疼我 还是心疼她 叶欠 那是 叶哨 那是小婭巴 她怎么下雪天还在外面 她终于来了 下这么大的雪 为什么不会房间 你不能生病 你知不知道 差点忘了你没有心智 小傻子 我是一个月不能离开你吗 亭哥哥 你为什么要抱着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她怎么配 难道你配 亭哥哥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你少拿未婚妻说实 你是什么样的货子 你心里不清楚 亭哥哥 你 小婷 为了一个外人 不至于 外人 说起来 您不好像也是外人吧 被抱养来的姑姑 被抱养来的姑姑 怎么 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 亭哥哥 你不要被这个傻子给骗了 灌了我的信 他就是我夜之亭的人 我夜之亭的东西 别动 别碰 别抢 明白了吗 他这个傻子 竟然敢挑衅我 姑姑 你看到了吗 没有啊 这个云林不是个傻子吗 你不会是看错了吧 我不可能看错 他绝对不是个傻子 他刚刚 就是用挑衅的眼神看我的 然然 你不能着急 小婷现在把他看得 跟眼珠子似的 我们要慢慢闯 等你解决了这个傻子 我的计划 又能顺利进行了 不顾说的对 他一个野女人 也敢跟我抢来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叶芹 去把医生请过来 是 我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心疼这个药人 叶芹 王医生来了 过来 看他怎么样了 要让叶芝芹知道我装病 他肯定会怀疑 在我查清真相之前 绝对不能暴露自己 我来吧 来 张嘴 别动 别动 谁教你的这些 兴趣都没有 会懂这些 谁教你的这些 兴趣都没有 会懂这些 叶芹 他可能是从电视上学的 小哑巴虽然心智不高 但模仿能力总是有的 好险 差点死在他手上 这话的是我 尊重 看来小傻子心智有进步 下一步就该是 开口说话了 坐 怎么 不吃 还等着我哥喂你啊 我小生生命我哥都不会 不许动 再动的话 我可保不住会做什么 这个大变态 他身边肯定不能长久待下去 等我拆完滑锅的线索 立马离开 不是哥 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好啊 你该不会是喜欢他这个小傻子了吧 陈欢身子骨弱 心智还不成什么 所以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要好好照顾他 我拼命要照顾他 小叶 外面太危险了 千万不能让陈欢离开叶家一步 知道了吗 知道了知道了 说什么好听 明明就是为了我的血 我不过两天要出去一趟 陈欢就交给你了 知道了 叶志廷要出去 那我岂不是有机会 留住叶家查一查研究所的事情了 叶志廷 叶志廷 你倒是毒啊 难怪你真的是个傻子 正因为我不是傻子 所以我才不毒 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念要教你认字 我到底造了什么念要替你教我认字 你到底毒不毒 你不毒我可告诉我哥了 哎 初然姐 你来干什么 我哥不在家啊 我知道呀小叶 就是叶哥哥叫你过去一趟 我哥叫 干啥 他没说你快去吧 你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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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我的婷哥哥 看我怎么收拾 初遥姐 夜少请他离开夜家 把这个 加到那个傻子的饮料里 这 事成之后 我给你五百万 忘了问初遥姐 我哥在哪等我 算了给他打个电话呗 喂小姨 怎么了 对啊 你找我 我没找 谁说我找你 不是你跟初遥姐说 让我来找你的吗 初遥姐 咦 小傻子 自然 咦 小傻子又跑到哪儿去了 我不是让他乖乖待着吗 什么 你说小傻子不见了 立刻定位他的位置 调他回去 糟了 居然着了这个女人的当 头怎么这么晕 傻子 你也太想想我的听哥哥 你在夜之庭心里什么地位 你心里不清楚吗 闭嘴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质疑我 快给我毁了他 是 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 我告诉你晚了 你叫人变我有什么用 在夜之庭心里 只有我 没有你 不可能 不信你试试 我杀了你 被你摔下去变成一堂烂泥 我就让人把你的血肉拿去喂狗 我要让你死无掌声之地 这真可悲 闭嘴 贱人 住手 听话 丁哥哥 你听我解释 这个女人根本不是傻子 闭嘴 你签 这是夜少 丁哥哥 你相信我 她真的不是傻子 她高级你肯定还有其他目的 她真的不是傻子 丁哥哥 公车下去 取消叶家和楚家的会约 把这位警察 我不想再看见她 好的丁哥 丁哥 丁哥 丁哥小姐 没什么大碍 只是失去的过多 等睡醒了 就没事了 丁哥小姐最近的饮食 需要多给她补一补 其他方面呢 她毕竟是个药人 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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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少了饼根 不吃过分 丁哥 宋子 赶紧给她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没什么大问题 多半 只是惊吓过度 这个人的声音 怎么有点耳熟 我在哪里见过她吗 怎么处理 这 我要开一些 安神补兴丸 这样会得到一些环节 还不赶紧去 是 她果然被带到了叶家 看来 心智还没开发成熟 小茶馆 你放心吧 以后有我在 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了 我真是大意 就算找了叶志听 这个蠢货未婚气得到 别再让我遇见她 怎么样 好些了吗 你的伤都好了 绪姐 夜市集团在 司灵公告上 花重金 指名找凤凰 说是让你帮忙 寻找神医谷神医 接不接 神医谷 不接 退掉 可他们开除了天价 那也不接 博士的事情怎么样了 这 目前还没进展 快一点 是 夜少 司灵组织的人 回复我们了 说 有了 说那个凤凰拒绝了 我们这一单 拒绝 还好称万小姐来了 怎么了 都折了 走 带你吃早饭去 夜少 凤凰拒绝接单 我们还继续吗 继续 价格加到十倍 是 十倍 夜真天是疯了吧 都天价了 还往十倍的价格涨 他手多有钱 就算他再加一百倍 我也不会接 来我怀里吃 很不舒服的好吗 夜少 这是怎么了 能怎么样了 戳到某个人的开关了呗 自从那天 碰到夜之情的开关 他也就好几天不出现了 每天都在装哑巴傻子 还有被像定犯人一样被盯着 也出任务都累 晓菱那边的事情也没有进展 我还能怎么办 我的事 怎么了 接着个嘴 不开心 不就起反应了吗 至于躲我好几天 无聊了 今晚有个聚会 想不想让我带你去 那今天就好好学习 怎么样 先学个语法 再学个算术 画画是不是也给学一学 学习 学习又是学习 早就把华国语言文字 全都学会了好了 当我三岁小孩 我去 我刚刚没看错吧 小亚伯居然踩着夜少的脚 他不想活了吗 贱人 这个贱人 然然 这就是那个让夜少跟你取消婚约的巨葵活手 也不怎么样啊 人家手段可高着呢 要不是他 亭哥哥怎么会跟我取消婚约 还把我关进警察局 别生气了 待会找机会 好好收拾他 谁都不能喝啊 亭哥 这就是传说中的小嫂子呀 小嫂子好 我是亭哥的兄弟 当然 以后可以叫我 顾哥哥 你倒挺会占便宜啊 开玩笑 开玩笑 叫我小顾 小顾 小嫂子 不会说话呀 成欢只是不喜欢说话 夜少 好吃的来 吃吗 眼前 找人带他去卫生间处理一下 亭哥哥 让我陪他去吧 你 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亭哥哥 上次的事情 然然已经知道错了 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嘛 好不好 你最好说的是真的 哎呀当然是 然然怎么会骗亭哥哥呢 你就相信我一次吗 你跟他去吧 走吧 去吧 你这个贱人 不是喜欢装工卖傻吗 我让你装 我让你装 别以为自己衣食则宠 就能一辈子留在亭哥哥身边 我告诉你 他身边的女人可都是人中龙凤 像你这种来历不明的乞丐 你也配 敢和我们然然吵然然 现在就让你清醒清醒 你知道自己是什么祸丝 嗯 真是两个床 你这个女人 真是心机表 你就开线来吧 我要告诉叶少 你装聋半样博取叶少同情 我要揭穿你屏幕 哎呀 你妈没告诉过你吗 偷拍是侵犯别人以自权 你放开我 这人你把手松开 真不知道你爸妈怎么教你的 整天就知道勾引男人 你还敢打人 不然都敢杀你 我打人什么 我只要打你 我还要别人认为了 好好 我这个人呢 心生极其狭窄 别人怎么对我呢 我就要拜背后 骂我骂我 你们也可以 道歉 我呸 我就喜欢你用格式 走吧 你先把门给我删开 丁哥哥是他自己把自己弄这么狼狈的 我和兰儿什么都没干 是的 叶哨 我们哪有胆子那么多呀 你俩的意思是 陈欢小姐打了你 然后故意把自己弄成这样 嫁祸给 对对 对 就是这样 我们怎么敢对他动手呢 他为什么打你 因为 因为我骂了他 但是他也骂我了 丁哥哥 你不能这么偏袒他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结束婚约了 但我还是你的青梅竹马 你说他骂你 小老子 骂他 我们陈欢小姐根本就不会说话 骂你多大能耐啊 我已经说过了 他不傻也不压 他都是装的 证据呢 你倒是把证据拿出来呀 手机在两个手机里 这个贱人把手机给销毁了 够了 你不然 你一次又一次挑战我的底线 真当我不会灭你们楚家吗 公哥哥 我真的没有骗你 你相信我这次好不好 滚 姐 让楚氏和蓝氏 好 我们先回去 姐姐想给你处理 好的一手 冷不冷 是不是肚子饿了 我们回家吃牛排好不好 小傻子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 他们刚才为什么说你打他 嗯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 他们刚才为什么说你打他 嗯 你骂了他们 他们就这样挡着你 他们敢这样骂你 小傻子 以后要是再敢有人骂你 我都会帮你的 你放心 有我在 你是我叶家的人 叶志亭 我不是故意骗你 我不会说话的 只是 现在还不是时候 晚安小傻子 做个好梦呢 喂小林 刚才没办完接电话 什么事儿 姐姐 我们刚刚查出 我是后天晚上 或去天狱会所 好 我会诊识到的 我会找机会留住眼下 叶哨 今晚楚然小姐说的话 是不是真的 崇安小姐可能真的会说话呢 怎么可能 你的意思是崇安的票 但是两次楚小姐都 行了 你出去吧 是 小傻子 你 痛死了 这个小林 半歇点都不靠谱 子弹这不就完了吗 有什么盒子 小傻子 你在这里做什么 找镯子 找镯子 你要是喜欢镯子的话 我跟你种一颗全是镯子的树怎么样 有请不 有请不 小傻子 小傻子这种形式啊 啊 我看就欠收拾 啊 小傻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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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傻子 你 小傻子 这是害说的 叶超 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 这是上午 陈湾小姐藏在花丛里的药物 什么 我亲眼所见 陈湾小姐从微桥外面拽进来 叶超 要不我去化验一下 等一下 不要让第四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是 小傻子 你到底想做什么 叶志婷今天怎么这么奇怪 天都快黑了 还在工作 我得找个什么理由 让他喝下去 陈湾你怎么来了 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小傻子 挺会啊 喝完了就乖乖去睡觉 给我喝 我不渴 你喝吧 好 喝完了 这下可以乖乖去睡觉了吧 怎么 昨天这么困 陈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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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样 这点济量 更是五个小时 喂小李 我从一家出来了 我是在天羽会所吗 是的天羽会所二零八号房 好 我 利用我的血 让我一步步变成药人 这一切背后的真正势力 我会统统解决 鞋猫 对 不是昨天放口味了 你谁要 你干嘛呢 你要干什么 你又干什么 不就像实验室的幕后指使是谁 说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我不知道 二号指使是谁 说 你就是杀了我 也没用 我也是叫他人指使 那我就成全 不不不 我说我说我说 你先送开我 资料在我身上的用不安理 我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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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警告你一次 赶紧滚出叶家把廷哥哥还给我 我 我 你说你为了勾引廷哥哥故意装柔弱 你这种捕惑男人的手段 是你爸妈教你的吗 还真是一架子贱 不想死就够闭嘴 贱人 装傻子 装哑巴 贱哥哥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装傻子 装哑巴 那也是我跟叶志廷之间的情绪 傅小姐 过去都没有体验过吧 我想要叶志廷 那叶志廷也只能是我 而傅小姐你 从今以后 连踏入一间的门都难了 长长老子了你 我保证 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老林 我会把优犯放在指定位置 你许到后尽快修复 好的许直 贱人 没想到吧 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刚刚跟你说的话 你是一句没听进去啊 说大话谁不会啊 是吗 看来你是忘了 上次在天台 叶志廷是怎么对你的呢 要是时间过得太久远的话 你想想宴会也行 我就想不明来了 别看我招惹我 我就想不明来了 别看我招惹我 谁给你的勇气 贱人 你这次就算是插翅也难存 我会把这里伪装成事故 就算是婷哥哥来了 也查不出来 你真的很轻松呀 我老子跟你废话 你们赶紧上 今天晚上我就要让他彻底消失 楚小姐放心 哥几个办事稳妥的呢 上 上 回去跟你们楚大小姐说 两场男人正大光明的抢 别搞定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小傻子 你怎么来了 我们把药晕了 怎么 很意外 叶少 那包药的化验结果出来了 是一种强效迷药 迷药 是的 我已经把解药带回来了 你把解药放下 先下去休息吧 是 好好好 我喝 我喝 叶少 然后 男人 不是 五亿 你不认得 你怎么 你 McNamara 哎你這天你放開我閉嘴這麼多人 看著你幫我下來啊 你別擋我屁股遠心 左偉幫我下來 是 放下來 你沒有什麼想說的嗎 做錯事了 我們就要接受懲罰 啊 嗯 啊 怎麼你還想繼續接受懲罰 葉承煥 這樣的事我希望是最後一次 如果再來一次的話 諷刺 當然 如果你有本事 能逃出我的手掌心的話 我不建議多試幾次 畢竟我很有心去懲罰 葉之婷好像很生氣啊 不對呀他生氣就生氣 我怕他幹什麼 對我才不怕他呢 不過 下次 他會怎麼懲罰我啊 葉少 他們招供了 是楚家大小姐楚然讓他們欺負 承煥小姐 又是楚然 我真是對楚家太仁慈 即刻下令 立即停止於楚家的任何傷往來 委託司林集團的事怎麼樣了 已經照您說的家家十倍 但是 鳳凰那邊還沒有回覆 取隨 好的 葉少 壞血對小傻子傷害太大 也很危險 我一定要找到附伍 找他生意固 姑姑 你這次可一定要救救楚家啊 怎麼了 廷哥哥 他全面封殺了楚氏集團 我爸知道差點打死我 沒用的廢物 兩次都沒能解決掉那個要人 然然 小婷做事也是雷厉分行的 誰敢侮逆他呀 姑姑也是沒有辦法 姑姑 你什麼意思 你難道不管我們出家了嗎 怎麼會呢 姑姑的意思是 先不著急 等小婷氣消了 再做打算 懂嗎 都怪那個賤女人 然然 姑姑倒是有一個辦法 可以快速消你的心頭之壞 什麼辦法 姑姑快說嘛 我交代楚人的事 他都照辦了嗎 業家製造的人 都被楚小姐收賣了 每一樣食材都是合格的 但是 合在一起嘛 呵呵呵 哎呀 那就讓他們螳螂捕蝉 我這只黃雀在背後吧 老闆 夠不贏 要不了多久 葉之婷就會對藥人的血 產生抗拒 倒是嗎 神仙都救不了 西姐 優盤我已經拿到 好 抓緊修復 沒事我先掛了 等等西姐 葉氏集團加價了十倍 讓你幫忙找神醫股 要不你接了這單吧 不接 告訴葉氏 無論加多少錢 我都不接 為什麼呀西姐 你別管那麼多 抓緊優盤的事 好吧 神醫股 這世上 已經沒有神醫了 葉少 司令組織還是拒絕了我們這一單 價格繼續往上加 他們說多少錢都不接 他們到底想要什麼 我也問過這句話 他們說什麼都不要 多少錢都不接我們這一單 葉智庭 到底為什麼這麼執著找神醫股 葉少 您別著急 雖然您的時日已經不多了 但不是已經有了 陳歡小姐這個要人 我們 你等什麼 原來 是在擔心她的病情 我的血明明可以救她 什麼 陳歡小姐 葉少是因為 因為什麼 沒什麼 我還有一些事情要處理 我先去忙啊 葉智庭 好像還在想起 那如果我受傷了他總要理我吧 你 不是長腦子了嗎 怎麼還這麼不小心 不疼 沒事 你這裡 是不是藏了什麼心事啊 能不能跟我叔叔 剛剛我都聽到了 你是不是犯病了 身體不舒服啊 我沒有生病 有沒有不舒服 什麼 讓我下來 幹什麼你 別動別動別動啊 你 葉少 唉我去 我怎麼撞見這個場面了 葉少不會把我宰了吧 葉先生您有事 葉先生您進來 葉少 成婉小姐 這是唐先生的邀請函 我特意過來問一下 葉少要不要去 去 我們也回了 唐先生剛從國外回來 收集了一些 世界各地的名酒 特意在溫泉山莊辦了一個展 邀請您 去一下 既然小傻子想去 那就去吧 好的葉少 還不趕緊過去安排 我 我 不趕緊過去安排 葉少光臨 唐某有失遠迎了 這位是 黃先生手演技法 病 久 唉唉 是我唐猪了 對不起啊 葉少 这人谁啊 这么大拍面 居然让我们堂祖亲自去迎接 夜市集团的夜少 这你们都不知道 夜少 听闻夜少不计女色 怎么突然身边多了一个女人 听说夜少为了那个女人 把整个储家都 诸位 什么人该讨论 什么人不该 都是聪明人 就不用我在这挑明了吧 对不起对不起 哎呦 平哥 平哥你也来了 呦 苗嫂子好 你竟然会说话呀 你不乖哦 竟然敢骗哥哥 平哥你也太互端了吧 别话太多了 我也没说过 我不会 不用理他 我们自己先过来 这是我族的项链 为什么会在这里 小公正什么了 没没什么 你就是觉得 这个项链 我让我看 你喜欢吗 嗯 叶先生 把唐龙叫过来 好的 叶少 叶少 您找我 这个吊坠 你开个架 这 今天是我私人的展会 这个 是我私人的藏品 您看 唐先生 有什么要求 你尽管听 敢问叶先生 为什么对这个吊坠 这么感兴趣呢 这不过是邻国小布洛 唐先生 是我喜欢这个吊坠 猫妹问一下 你是从哪得到的 原来如此 怪不得叶少愿意好指千金 至于这个吊坠的渠道嘛 是我自己的渠道 不太好说 人的这个唐龙 跟不周山实验室有关系 唐先生 你可以 再考虑考虑 不要为难唐先生 我也 没那么喜欢 今晚 一定要私下 会会这个唐龙 问清楚吊坠 到底怎么得来的 既然叶少喜欢 我也不能不成人之美 陈欢小姐 请收好 叶少 介意不说话 叶少 对陈欢小姐的疼爱 真是让人羡慕 不过这东西 是我花大价钱买过来的 这方面 叶少 说出你的要求 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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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有那么贪心 就是想要叶家 前天拍得的那块 两百米地 唐先生 你这还不贪心啊 那可是新区开发的中心啊 你知道那块地 现在的价值吗 这话就说错了 叶先生 只要为了 陈欢小姐 地算什么呀 您说是不是 叶少 唐先生说的没错 那 转让合同 叶欣 现在就去把转让合同给背后 好的叶少 老猪一打到我身上 烫了火 你真是火腻味了 讲什么 没什么 怎么 小疯子 多泽了 走 带你吃好吃的去 叶少 今天天色也晚了 不如就留下来 我们这边 温泉区是天然温泉 泡上 别有什么听话 正合我意 看来小疯子小泡温泉啊 嗯 那就留下来 小疯子 帮我宣服了 我们得过去了 你先去扶啊 妈 我一会儿就去 啊 好 这酒店的监控系统 真是如同虚舍 汤龙 你给我等着 搞定 小欢 啊 来了来了 小欢 你怎么才来的 你们谁啊 上面过来的 我 我也不知道 只是上面有人让你过来伺候少爷 做个地方 先生 你就让我们伺候你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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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了 亲爱的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打扰了叶少的好兴致 叶芝亭果然是个混蛋 跟那些臭男人一样无耻不要脸 怎么 吃醋了 少自恋了 那就好 混蛋 等我那么在意干嘛 小欢 别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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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找车是发病了 治愿怎么办 可以用我的血 可是叶少不会用你的血的 再说 你血液的功效还没有达到最佳 但是少可以加我痛苦啊 叶芝亭 叶芝亭 多谢你 臣霞 我没事了 叶少 这次您又提前一个月发病 赶紧找人去排查附和 是 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凤凰 你今天脸色很不好 我去找叶芊 我们回家 陈花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我必须要找到凤凰 因为只有她可以找到沈医骨 如果是因为你的病 可以用我的血 所以你 不 我不会用你的血 为什么 哪来这么多为什么 小疯子 我说不会用 就是不会用 是因为我的血液没有达到最高效果 所以你觉得冒险 这小龙子怎么会呢 你在想什么 叶芝亭究竟为什么这样 难道说她真的爱上我了 舍不得我被她换血 陈花 陈花 陈花小姐 只是 失血过多 才晕了过去 她原本体质就不是太好 有些贫血 还是让她好好休息吧 另外 给她顿上一些不气血的药膳 宋医生 您给叶绍也看看吧 你昨晚突然发病了 比之前提前了好多啊 好的 叶绍 这边请 好 宋医生 叶绍到底什么情况 你倒是说呀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从诊断结果来看 叶绍只是疲劳过度 导致的身体虚弱 体内的遗传病毒 并没有过度的活跃 但是怎么就会提前发病呢 叶绍 您最近还是好好休息吧 千万不要再操劳 知道了 还会再次发病吗 如果再发病了该怎么办 陈宽小姐 不是不珠珊的药人吗 叶绍 你可以试试 不可能 难道是因为药人药效 没有达到最高 所以她才不愿意 用药人的血 叶绍 您放心 控制病情的药物 我会继续研究 争取在您下次发病前 研制出来 好 辛苦了 你先下去 好的 叶绍 您的病 不能再继续拖下去了 陈宽小姐的心智 已经达到了二级 只需要同您发生关系 她的血液 就能达到最佳状态 您可以 叶绍 这种话我不想再提前第二句 可是叶绍 陈宽小姐她肯定愿意 给您换血的 叶家的医疗设备 是全世界最顶尖的 叶绍 对不起叶绍 是我预计了 叶绍 今天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让惩犯知道 不然 好的叶绍 叶绍 现在去通知司令组织 我叶绍 愿意拿出叶绍集团十分之一的资产 作为交换的报酬 叶绍 叶绍叶绍资产的十分之一 那可相当于一个省的GDP呀 您确定要这么做吗 嗯 通知下去吧 好的也是好 我必须抓紧时间 找到唐龙问清楚 别造 原来一刀要人的命 走 可是要命 你千万别冲动啊 你要什么我全给 全给 把不周山实验室的联系方式 叫什么 不周山 什么不周山 我不知道 不想说 那就下去跟阎王说 别别别 我跟不周山只不过是金钱上面的交易 我确实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当我时间是吧 那我就送你下金 别别别 我一开始确实不认识不周山 我跟他联系 是通过一个调坠 那个调坠现在在叶之亭手上 你要想要调坠 你去找他要 联系途径 居然在调坠上 疯狂 没事的叶之亭 痛不痛啊 脸都不疼 你忘了我说要人了 没事了 过来 你说你怎么又把自己搞上 你想喝水叫我不就好了 干嘛非要自己倒 摔倒了 我也会心疼的 吃饭了吃饭了 叶少 不好了 唐龙死了 怎么回事 我们的人回来汇报 他们人去的时候 唐龙不知道被谁一刀割喉了 怎么会这样 我只是打晕了他 难道我走后还有谁去过 据查有人见到过凤凰 出现在唐龙所在的温泉区附近 凤凰 凤凰肯定还在附近 叶贤 赶紧召动所有人手 就算把温泉山上全都翻过来 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可是叶少 凤凰从来不以真面目示人 我们这么找 恐怕不行啊 凤凰刚刚杀了唐龙 身上肯定有血液肥 要动人手 还可杀了 好的叶少 明明小林都已经明确拒绝了叶之亭 他怎么还不死心要找凤凰 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他我就是凤凰呢 可神医谷都已经不在了 小疯子 我不想让你冒险 我一定会找到神医谷 小疯子 别害怕 有我在 我不会让你出事的 叶之亭 老板 我们放出去的眼线来报 叶之亭昨天喝了叶成欢的血 依然被我们压制住发病 是吗 那看来我们的计划要提前实现了 提前祝贺老板 得尝随 不过 叶之亭的人迟早发现了 楚小姐必定暴露 你看 无妨 这楚然暴露知识 也是他叶之亭钥匙无灵的时候 到时候 你提前回去准备 等他死了 我再回去找公业 好吧 好吧 好 喂小林 吊坠收到了吗 收到了 喜姐 这个吊坠里面有定位装置 不过我们追查不到对方的位置 还得等他们联系了才能反向定位 估计唐龙的死讯他们已经知道了 再追查吊坠的概率 几乎未灵 还是着重修复又盆吧 好的 喜姐 福州山 我一定会查出你的真正位置 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啊 还有几个文件 马上就处理好了 你前两天刚犯病 纵次说了 你好我休息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叶哨 送你一生吩咐的次量品已经更好了 现在需要拿进来吗 难喝死了拿走 送进来 我给不喝吗 不行 我就知道你不想喝 以后每天啊 我就守着你为你喝 啊 不喝吧 宋慈說你的身體也不是很好 我們一起喝 嗯 啊 嗯 真的好難喝 好了 我還有一個電話會議你先出去吧 嗯 去 哈哥嗯 祝你啊 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裡上次沒不到十天 葉芊 葉芊過來一下 葉芊您有什麼事需要封訴嗎 司令組織回復了嗎 他們 又拒絕了 什麼 他又拒絕了 他又拒絕了 葉芊 你怎麼了 我願意用葉家百分之五十的資產 做回酬勁 這 葉芊 司令組織的人說了 就算把整個夜市給他們 他們也不接這一攤 葉芊 關於鳳凰 還有什麼有用的信息嗎 聽說鳳凰一直在查不周山實驗室 好 不周山實驗室是嗎 結果然鳳凰不願意接待 那我就逼他接待 葉芊 不是 是 是 葉芊 這是針對您的病情 特意研發的新藥 估計 能支撐一段時間 大概多久 少則半月 多則一兩月 這個 再看具體的情況 這點時間 比鳳凰先生應該是夠了 葉芊 昨晚讓你準備的事情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你們在聊什麼天 沒什麼 後天我要去臨時出一趟差 可能要過一段時間才能回來 你的身體 沒事了 宋司已經把他最新研發的藥都給我了 我不會有事的 那我跟你一起去 這次不可以 丞壞 明天我帶你去玩好嗎 去哪玩啊 這不就要看明天去了才知道 好吧 葉芝萍 這是什麼地方啊 這是我們葉家莊園的地下 這是我們葉師企業的分子 跟你說個故事吧 當初我媽媽貧水嚴重 我爸四處窮衣無補 無奈之下呢 只能 最後建立了這個酒莊 寓意著 甘甜的紅酒的像血液一樣 讓我的母親以來欣賞 我的媽媽 後來為我愛你 但是我覺得你對我來說 你是我的情勢 不是因為你的血液 而是因為和你在一起 你會覺得很幸運 很開心 哎哲平 那在跟我表白嗎 嗯 啊你希望是嗎 嗯 你 我先進去休息了 嗯 進去吧 嗯 小公子 乖在家 趕快回來 好 睡覺吧 晚安 晚安 喂小林 怎麼了 許姐 剛剛得到通知 前條一年一度的黑客聚會 將在地經舉行 那意思 每年都沒什麼新意 不去 但是這次聽說有不周山實驗室的消息 什麼 但是這次聽說有不周山實驗室的消息 可可靠嗎 絕對可靠 但是 這次為什麼在地經 以前不都在法國鋪 不知道 邀請函已經送到了組織 你要參加嗎 哪一天 三天後 在地經舉行 應該是我想多了吧 為了不周山的消息 我必須去 好 邀請函發給我 我準時到 小一啊 你今天怎麼去上學啊 今天周末 學校放假 還有 我都十八了 看你這樣的 我也不一定比你小 叫我一個 哦 小一啊 你哥呢 你 他不是出差去了嗎 不要 沒跟你說啊 也只聽不再見 那我偷偷去黑客聚會的事 就萬無一失了 女士們 Gentlemen 欢迎大家参加一年一度的黑客大会 此次大会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继续举办 黑客之王活动 获胜者将获得神秘大奖 什么神秘大奖 不会是安德玛的臭袜子吧 每次都是毁三分的东西 年年要是在这儿 我就不来了 大家稍安无躁 这次不一样 这次的获胜者 将获得由神秘人提供的 布州山实验室的联系方式 布州山的实验室 不会是我想的那个吧 没错 是那个医学界无人能匹提的 布州山实验室吗 别又是文字游戏啊 必有而若 这次是真的 参赛者请坐在我面前的电脑前 一共只有六个名额 获奖者将获得神秘大奖 好 我参加 好 我参加 好 我参加 参加 此次比拼 开始能以最快的速度 克解这个程序 谁就将获得此次比赛的大奖 听我口令 比赛 开始 别说 到场的人并没有出现 凤凰的标志性面具 他是不是没来 凤凰这么谨慎的人 怎么可能佩戴 会暴露他身份的面具 您的意思是 凤凰肯定在这里 而且 就在这六个人上 不对 虽然布周山实验室 医学方面的成就很瞩目 但对黑客来说 并没有致命的吸引力 谁会拿布周山的联系方式 作为采头 总觉得不太合理 说 二号一记绝尘 看来 二号最终将获得此次比赛的冠军了 叶少 您看二号会是凤凰 不太想 算 就算这是一个陷阱 为了布周山的消息 我也要试一试 诶 不对 六号居然赶上来了 这太不合常理了 我的天 六号这种冲的手法 怎么这么像一个人 我也觉得特别像一个人 你说的莫戴是纵狂 对 就是纵狂 狂狂 怎么是女的 纵绍 我这句就让人把她带过来 不用了 等他们笔篮再说 凤凰 从来没有参加过黑客大会 这一次 怎么会参加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参加 他又没有戴着祝福面具 您不觉得凤凰这套这样的妹子吗 你这么一说 确实行事呢 没想到 我这队子最崇拜的凤凰 居然是个小姐姐 好想一睹他的芳容啊 我也是 这个 凤 居然是凤 居然能在这时遇到凤凰 半年前 要不是他 我怎么会被国际组织追杀 丢了一只胳膊 我一定要报仇血恨 恭喜六号获得第一名 获奖者将获得此次比赛的神秘大量 现在有请六号上台领奖 怎么回事 怎么莫名其妙的觉得心慌 不管了 先拿到线索再说 也现在到我们了 是 有请叶氏集团的叶少 亲自为获奖者 奔请 怎么会是叶之亭 不行 冷静 冷静 我一定不能暴露自己 好 凤凰 害我如此 我你成命 我去 成王姐姐居然是凤凰 我一直苦苦寻找的凤凰 原来一直都在我身边 我一直苦苦寻找的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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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一直都在我身边 严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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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放开我 这还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也不知道叶少 现在是什么心情 我是该叫你 陈欢的 还是该叫你 黑客凤凰 我说呢 我搭上整个夜市 凤凰都不愿意跟我合作 原来凤凰就在我身边啊 不是的 叶之亭 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故意骗你 事到如今 你还说不是故意骗我的 陈欢 你对我到底有没有过一句真话 难道你就不相信我吗 是你一直都在欺骗我 若 凤凰 凤凰 欺骗我的感情 是要接受惩罚的 感情 夜上对我什么感情啊 你所做的一切 不都只是为了开发我的血液 让它达到最佳效果吗 要不然为什么 从始至终 你都没有说过 对我什么感情 在你心里原来是这么想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在你的心里觉得 就是为了你的血 难道我是吗 我就是个妖人 很好 既然你这么想 我现在就带你去抽血 反正你本来就也不是没有神志的小哑巴 放下了 放开我 放开我 我不要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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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只要怕了 晚了 你知道今天如果我不过来 会有什么后果了 远事到外面有多危险了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规律你这个药人的身份吗 一旦你要让人的身份暴露 他们就会把你抓走 没日没夜 你把你抓走 黄某你都死了 不要 不要冲我的鞋 保险我 保险我好不好 好了 现在只能怕了 叶正欢 我告诉你 这辈子 你只能带在我的身边 让人去去 不要 不要 我 我祝福你了 不要放我小狼狼 我求求你了 不要 不要 小小小小 你到底怎么了 告诉我 叶正天 我在 我在哪儿 只会 小疯子 你快醒过来好吗 我再也不想你了 我不管你是阿锡 还是疯狂 还是其他任何的身份 我都不会在意了 正欢 正欢 你醒吧 放开 你干什么 既然血冲完了 反正请叶先生 放开 我不会让你扫堂 我不会让你扫堂 叶正欢 这都是你自账 我宁愿你恨黄 也不愿意你离开我 我去 别进去 怎么了二少爷 嘘 我何在你没干这事呢 去去去去 你上来 我给你 叶正英 你先别我杀了你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小傻子 对 我就是讨厌你 你对我一开始就有墨地不出 就像你这样的男人 我为什么又有感情 走开 我看他你怎么办呢 正欢 小傻子 你给我站住 我哥他根本没有冲你的血 而且 他还不吃不喝 守了你整整一夜 我从来没有见我哥这样过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 他希望你醒来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他 因为这样 他觉得你才会安心 你明白吗 我不相信 我说的都是真的 陈欢小姐是因为密闭环境 而导致的印记混厥 最好不要再刺激他了 嗯 最好不要再刺激他了 嗯 来 这个给他喝了 小疯子 你可是第一个让我这么伺服的人 快点醒了好不好 以后 我再也不强迫你做你不喜欢的事 我从小是我哥带大 父母居住的早 整个夜假 就连庸人都可以随意欺负我们 我哥十岁的时候 还被二叔破海卖到国外 九死一生才回得过 每次一传病病罢 他都只能硬扛 所以 他才不得不变得硬很冷血 他从来不会低头 但他也从来没有这样在乎过一个人 叶芝亭 你做的这一切明明是爱我 但是为什么从来不会告诉我呢 对不起 不该对你有所隐瞒 是我刚说对不起 我不该把你带到地下室 叶芝亭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药人吗 两年前 周山实验室的人闯进我的村寨 吐露了所有村民 我今天看见他们杀死了我的父亲 把我带到实验室 日复一日的城 实验室里没有好多苦心 电击 二学世纪 不要生 七个中央 刚刚这一路冷冻 这些 我都事故不说辞 那些世纪C6走进路脉注射进去 他们说是可以赶得起你 可是 好疼啊 没日没夜 没有梦 没有闻 没梦 对不起 下次不要光着脚跑出来了 天气凉 连志廷 我只是个药人 你是我的神欢 是 是 一辈子都是 一辈子都是 看来 这遥人的心智开发 快到最后一步了 西姐 听说你在黑客大会上 差点被暗杀 都怪我 是我 不用担心 那只是个意外 夜市集团夜少对你 谁啊 一点都不挣进 说嘛说嘛 西姐 到底怎么回事啊 说来话强 哎我们还是说正事吧 优盘修复得怎么样了 西姐 这优盘被泡得太彻底了 我费尽了所有力气 也没什么收获 不过通过唐龙的吊坠 我有了一个新发现 什么 我说了 西姐 你可要稳住我 你快说 通过一个IP 我追查到 布州山实验室的资金 来自 华府夜市集团 什么 夜市 是的 资金的确是从夜市集团 流出来的 我整理成了文件 一会儿发你手机上 怎么会 怎么会是夜市 难道是夜市庭 西姐 你还好吗 啊 我没事 那你资料发我手机上吧 我先挂了 你下次不要光着脚跑出来了 你是我的身怀 是 一辈子都是 他怎么会是骗我的 哦 太阳 叶丞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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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欢小姐是昨天晚上凌晨两点出走的 叶丞 你找啊 这还需要我交代吗 是 等等 一定要把车划 完好无损地带回来 他要是赶上了一根好猫 吃着夜市 哎呀 姑姑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婷哥哥恢复婚约吗 楚家已经要支撑不住了 阳阳 别急 只要咱们那个计划一直进行着 小婷迟早会抽了那个小傻子的血 哎呀我怕我家都等不到那时候了 要不是楚家再临时还有点产业 还是连生活都成困难 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 我现在只能相信姑姑了 哎呀都怪那个贱女人 要不是因为她 我现在怎么会那么惨吗 然然 别急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细节已经确定了 这次在奥市参加赌王争霸赛的 号称赌胜的那人 与实验室有着亲密来往 好 我现在准备先往奥市 细节你打算怎么接近她 我最有办法你不用管了 叶少 查到郑光小姐的行踪了 她现在在奥市 叶家共股的赌场里 立马就要是 欢迎大家来到 赌王挑战者大赛 这位是新进的挑战者 这位是全球赌场 无一败进的组织 雅兹先生 现在 新一届赌王挑战赛决赛 正式 开始 叶少 戴面具的就是陈欢小姐 挑战赌王 小凤子 有点意思 要我把陈欢小姐带过来吗 不用 既然陈欢小玩 就要把童童会关他 这玩意更没意思 不如总加点筹吧 大家觉得怎么样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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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赌 你想赌什么 一双眼睛 一举都属于你 输的那个人 能把眼睛 永远都在这里 赌就赌啊 叶简 跟最高负责人交代一下 一会儿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 我要 承欢豪把无死 但凡出了任何一点差色 我让他吃不了兜的测 是 叶超 雅思二十二点爆牌 挑战者护士 欢迎 欢迎 不 这不可能 雅兹先生 你怎么不说了 饶了我 饶了我 我给你钱 钱 我不需要钱 我要其他的东西 你要什么 我要你和不周善的联系方式 这 这不行啊 把眼睛拔出来了 好 就在我手表上 呗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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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之亭 怎么在这儿 我要是不在 怎么能看见我们家小疯子 这么威风的一幕 赌王 又是一个新身份 你到底还要给我多少惊喜 和你没关系 你是我叶之亭的所有物 什么叫和我没关系 我是个独立的个体 我属于自己 一声不吭 从野家跑出去 你看我回去什么事物是 放下来 放开我 你要干什么 你这样 我想跟着吧 我想把你绑在家里 把你放在身边 哪儿也不能去 做梦 做梦 小傻子 你说过你再也不欺骗我的 你就是这样不欺骗我的 欺骗 这一切最后的魔力 叶少应该很清楚吧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叶少还要继续装吗 不周山实验室 是你们叶家 在背后出的钱 是你们叶家 自演自导的一支大戏 最后 不就只是为了我的血吗 你说什么 叶家出资 自导自演 还要继续装吗 也直提了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们叶家什么时候 出资给不周山了 你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偷偷跑出去了 已经查得很清楚了 你自己看 这不可能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我向你保证 一定会调查清楚 你放开我 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 承冠 闭嘴 我就像个傻子一样 被你欺骗 你们叶子 就是我的灭族仇人 杀害我父母的罪魁祸首 我就是想要我的血吧 叶智庭 从今以后 再见就是冲敌 不话 叶哨 承冠小姐 叶哨的病又复发了 叶智庭 应该救你吗 不是很讨厌我吗 为什么还要给我 不知道 叶 承 我 叶智庭 恐怕 要让叶哨失望了 我并不是真的想救你 而是真相打败于天下之前 你还不能死 承冠 叶智庭 你明知道我一开始就在骗你 我接近你就是为了利用你 因为我知道 你有足够的势力 你可以保护我 你以为 是你选中的我吗 其实 是我挑出的你 我利用你 就是想利用叶重欢的这个身份 为我的父母族人报仇 但是偏偏没想到 是你们叶家 我的血 你可以随便抽 但是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叶家的 所以从事之中 你都在利用我 对 没关系 承冠 所有的事情我都会调查清楚的 给我一点时间 好了 为我这种 可怕的怪物 严少 不必费心 你从来都不是什么怪物 承冠 你是我叶芝亭的女人 你放心 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安排好 以后 不会有人敢在伤害你的 就在我手表上的 叶芝亭 我该相信你吗 别帮我 承冠 严芝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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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你真的不是 这一切的真正凶手吗 是我错怪你 如果不是你 那到底是叶家的谁 怎么回事 我怎么睡在床上了 陈焕你去哪 你现在 是不是嫌弃我是个别人了 你放开我 叶志亭 我们现在究竟是什么关系 哥 我听叶健说你犯命了 你没事吧 你们这儿 亲弟弟 哥 喂 不 经过我这些天的观察 你接二连三的保护小傻子 跟他同吃同睡 种种迹象表明 你肯定是喜欢他了 你肯定是喜欢他了 真的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哥 你不能爱上他 你不能跟他在一起 你再不抽到这血 你会死的 不该你管的事情 别管 哥 姑姑 那个贱人真是命大 在傲事 我的人本来快要动手了 不知道被哪方势力 先行一步 扰乱了场面 还弄得他又回到了 婷哥哥身边 没关系 杀得了他 是意外之心 杀不了 留着慢慢玩 可那要我什么时候 才能和婷哥哥 恢复婚约吗 怎么会有这么专人 如果叶晨桓真死了 叶智婷最后的生机都断了 他到底是想做叶智婷的女人 还是想叶智婷死 不过嘛 这也正合我意 总之 承华还没有造 承华 叶晨桓没什么事吧 我先走 承华 不知山研究室的事情 我是真的不知情 你不信我 叶晨还真是痴情啊 明知道我在利用 还要让我留下吗 承华 也对 除了我这个怪物的邪 也没人能救得了你 当然不会让我走了 怎么会难成话 我怎么舍得用你的邪 不用我的邪 用谁的邪 你都知道我是疯狂了 但是你知道 我为什么不接叶家 找神医的单子 你想说什么 神医的死 什么 你一直想找到神医谷 早就在当年 被不周山灭了 我就是神医谷 最后的传人 想逃吧 吃惊吧 你怎么会 事情就是如此 不管你是不是 不周山的幕后老板 不管你知不知道 神医谷的事情 就算是你装的 事情也就是这样了 只要你想活着 就必须用我的血 现在 你还会说 我舍得用我的血吗 这就是我夜之庭的命吧 但不管怎么样 我不会让任何人去伤害你 更不允许我自己来伤害 即便没了神医 即便我时日不脱 小帮子 我也不会为此生害你 只是 我能陪你的世界 越来越少 我可以跟你回去 真的吗 但是 不能先这么近 我可以派人去保护你吗 前面夜双又忘了 我一刻人 可以带你家保镖十个 我需要被保护 可是刀枪无言 随便你 西姐 对方速度太快 我们跟不上 对方进 还有机会 有了 西姐 我们成功了 这里是 海市夏沙街道 雨夜村 666号 好 我马上去这个地方 西姐 注意安全 宸汉 我查了一个地址 跟研究所有吧 你看看 这不是 我刚刚和小林查出来的 那个地址吗 我就是过来告诉你一声 舍得你误会我 这个地方我会亲自去 你就在家 等我的好消息 这个地方我会亲自去 你就在家 等我的好消息 不用了 我自己也查到了 我会去的 不行 怎么 你又要限制我自由是吗 你接我回来的时候 怎么说的你忘了 我是怕你遇到危险 现在你的身份特殊 基于你的人数不胜数 只有待在叶家才是最安全的 叶家 就是因为叶家 不才变成这种人非人的怪物 我每当想起 我的父母 我的族人 因为叶家的义气私欲 早受的灭定之灾 我就没有办法 心平气和地跟你站在一起 然后学校 给你 你 Brittany 你怎么会 留下 你怎么有 就跟他跑 他們走著著急 很多東西都沒來得及處理 我們帶去收集起來 是 這是監控的內存條 是這裡的還是其他地方的 這裡只是他們眾多實驗室中的一個 估計收集不到太多郵用的信息了 陈煥 我向你保證 一定會儘快查出幕後出事的 陈煥 放下 陈煥 放下 陈煥 breakdown slim 陈煥 劍 tapping 緊碰 那爾司湯 你在見面 陈煥 翻找 陈煥 打探 陈煥 逐 陈煥 Doug 陈煥 都怪你 要不是你我哥也不会面前一线 您别急 约少肯定不会有事的 激光枪之间射穿了 要不你告诉我不会有事 自从这个小傻子来了之后 我哥不是给他上过就是为他受伤 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哥那么喜欢过一个人 也从来没有见我哥对一个人那么好 我可是你呢 你不是出言伤的就是利用他 你也知道 所以说也只听怎么样 叔叔算是做完了 但是至于他能不能醒来 什么时候醒来 就看他做完了 宋慈 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让我哥醒过来 叶耳双这你也知道 也只听 也只听你醒醒啊也只听 你不是说 想帮我找到灭毒仇人 你不是说 谁是背后的初次又不是你妈 你再说一次我就相信你 别相信你醒醒我走就行 嗯 刘思怀 颜思婷 你就是我醒了 晓华 我会你醒不过来 我怎么舍得不醒过来 别哭了 我没事 你不停 张怀 我真的没事 对不起 你还要说对不起 这件事情如果换作是我 也一样会心生结底 你不用向我抱歉 我们只要一起 把这件事情的真相调查清楚就好 对了 那个实验室的事情 哥 你总算醒了 我差点以为你醒不过来 我就要变成孤儿了 算了 在实验室捡到了优盘的事 就先不告诉叶志婷了 等我查出结果再说吧 你起开 我来喂我哥了 你走快走快 不要走快来 我不要 都怪他 要不是他 你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 小姨 给叶志婚道歉 听什么 我不要 你执意 不用 不用道歉 确实你给我的责任 才会让你受伤了 可是他不该用这个态度对你 哥 我在你心里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那个了 对不对 我知道 有了媳妇忘了地 哼 你不去哄哄她呀 不用管她 又不是十八岁的小孩子了 神医已经去世 我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小姨作为叶志下一个整圈成了 必须尽快成长起来 不认 二少你怎么了 我哥现在心里完全被那个小傻子占据了 他居然吼我 原来二少是因为这个不高兴呀 二少 你回想一下 自从陈光小姐来了之后 叶少是不是每天比之前更开心了 好像也是啊 这不得了 你也想叶少比之前更开心对不对 所以说嘛 这个醋不是非吃不可 我怎么又睡在桃上了 爸 你没事吧 我去找松子医生过来 你等等我 嗯 你别乱动 你伤口撕破了怎么办 你没事 骗我的呀 对对对 叶欣选 陈光小姐 宋医生吩咐的药膳准备好了 进来吧 陈光 喂我 你自己吃 是 伤口痛 对吧 哦 这个不入山 蜜柔居然这么复杂 看了段时间没办法破解了 陈伯 你醒了 你今天搞得怎么样了 好得差不多了 陈伯小姐 这是今天的药膳 宋医生说 今天吃完就不用再吃了 好 这既然都好了 你就自己吃吧 陈伯 你怎么了 叶瘦 你这 我哥到底怎么了 你倒是说 如果再不让陈伯小姐 替你换血 您恐怕 撑不过一个月了 哥 你没事吧 为什么会这样 目前还不清楚 什么情况 但是你提你的病毒载量 已经打造了极限 如果再不尽快换血 你发病间隔时间 将会越来越短 你也是 收我的血 收我的血 哥 你就抽成换血吧 他妈已经不在了 你再走 我就真成孤儿了 哥 小姨 你先出去 你不抽她血 我就不出去 宋慈 带她走 走吧 你不要停下我啊 哥 他怎么会提前病发 难道叶家有其他势力的内鬼 叶志亭 抽我的血 我愿意 扯 扯你血的话 也身子扛不住的 我可以的 别欢 哥 怎么 怎么了 叶志亭 叶志亭 怎么 叶志亭 难道 我的血 对叶志亭 没有用了吗 不 我我不信 我的血 对你都没有用了怎么办 傻瓜 我怎么舍得会用你的心 这晚你还少了吗 我一定要想办法救 啊 这会 对不起 叶志亭 已经对我的血产生了抗体 这会让我的血功效更强才能救他 要人手册呢 不是在这里吗 好 他 叶志亭 我们结婚吧 什么 哥 你病发是因为被人下毒了 我已经找到了下毒人员 谁下毒毒 叶志亭 把人带上来 OK 就是他 一直往你的药扇里下毒 所以哥你才会提前病发 叶志亭 我错了 取悠你们饶了我 闭嘴 不是他 你说 母后主使是谁 没有主使是 我也没有下毒少爷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别欠 把他带到地下室去 里边的东西挨个给我试一遍 我再要看看他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这些天 小姨应该成长的不少 不要 不要 我没有少爷 不是我下的毒 我只是按照厨师长的分扩 把药杀给您送过来的 你不是找到客历的我 不是我不要 小咋子 你到底能不能恢复监口 不惜他会换人了 再给我的时间 转换了 不着急 是你主动说 是我打到你说 是你主动说 还是我打到你说 内少 冤枉 厨房里的食材都没有问题 不信 不信你派人去查啊 这个和这个 一起食用本来就是相磕的 你身为厨师长连这个都不明白吧 也欠 不用查了 把他带到地下室去 让他这辈子都说不出话来 是 你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该下毒害你啊 你还在狡辩 把他给我带死 内少 有了 陈天回复了 冲然姐 居然是他 看来我对他和冲假 还是太仁慈了 现在证据摆在面前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内少 你饶了我吗 内少我错了 带下去 是 另外 把冲然给我带过来 是 带车也 叶芹 听哥哥喊我过来做什么 是要和我恢复婚约了吗 见到叶少你就知道 听哥哥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是生病了吗 我是没生病 你不是最清楚 哥哥 你在说什么呀 男人听不懂 听不懂 叶芹 看 不是这样的 听哥哥 你听我解释 解释 哼 我看你是要狡辩吧 你是个恶毒的女人 居然买通我家厨师陷害我哥 真是蛇蝎心肠 是的 听哥哥 这个视频是假的 不是我干的 假的 还真是继续狡辩 楚然 以前看在我哥的面子上 我叫你参丑男姐 你还真以为自己 跟我们叶甲有多清静了 你跟我哥的婚姻 当初要不是你爷爷 自作多情挡子弹 我哥本来还可以躲过去的 小姨 不是 不想听 我非要说 当初你爷爷子弹没挡成 自己绊着脚 摔成了脑震荡 还连累了我哥一起中弹 也就算了 你没出家 还到处大做文章 非要你跟我哥订婚 不然 你属然也配 叶芝叶 你属然也配 叶芝叶 小姨 不用和他多说 把他带进地下室 让他招出幕后主使 没有幕后主使 这些都是我自己要干的 都怪叶承欢这个贱人 是他抢走了属于我的一切 就他这个要人 凭什么能在你身边 所以你就给我下药 让我对承欢的血产生抗体 然后无可救药的死去什么 产生抗体 怎么可能 廷哥哥 然然怎么会让你无可救药的死去 我只是想让你早点抽干叶承欢的血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害你 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就是要陷害我哥 你还在狡辩 现在我哥命圣一线了 你满意了 我没有 你这听 廷哥哥 怎么出血了 都从你家都害的 我没有 我知道了 原来是他 他是谁 到底谁是幕后主审 廷哥哥 是叶洛南 是他告诉我 叶承欢只是你换血的药人 只要你的病提前复发 你就会去换叶承欢的血 这样他对你来说 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你就可以和我回复婚约 都是他指使我这样干的 姑姑 怎么可能 真是没想到 姑姑 怎么可能 真的是他 都是他指使我的 廷哥哥 看在我们青梅竹马的份上 你就让我陪你最后一程吧 好不好 主任 你到现在都还在白日子吗 你知道我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当初你在绑架成欢的时候 我没有对你赶尽啥血 叶洛 这件事情交给你处理 给我处理干净 不要再恒生任何日系 好的 大刷 廷哥哥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叶承 这要 只能暂时抑制你的病情 你还得尽快 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叶执婷 我 陈怀 我累了 想休息哦 有什么事情 等我睡醒再说好 好 叶执婷 叶执婷 我一定会救你的 叶执 我们人到的时候 叶若男已经逃走了 调动全部力量 势必把他给抓住 好的叶执 楚然的 都处理好了 都已经处理好了 您放心 他再也不会出现在您的面前了 好 哥 你找我 小姨 我送你 哥 什么事啊 你今天气得看起来好很多 看来 送你辞的药还是有点效果 小姨啊 等再过几个月 就是你的十八岁成人旅 到时候就是一个大人了 不要再像个小孩子一样 扎扎乎乎的 要沉得住气 明白吗 哥 你在说什么呢 怎么搞得像交代后世一样 对了 过几个月我十八岁生日 你可得给我大操大板 要不然我过了 这几年 我会让叶钱协助你 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荒废学业啊 哥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 我不想听 叶执义 你给我好好听着 不要逃避 等我走后 你要继续调查 不诸山实验室背后的主使 到底是谁 还有 陈欢 你要好好地保护他 也只听 他想要什么 想做什么 想这么活 都随他的心意 不要限制他 明白吗 你自己喜欢的人 你自己照顾 你交给我 照顾算怎么回事 你要真的把他交给我 我没事我就欺负他 我揍他骂他 你又打不过他 哥 我不能没有你 小傻子也不能没有你 小叶 叶氏 以后就交给你了 哥 怎么养了这么久 还是没长歌 叶芝霆 你愿意娶我吗 我做不到 果然 像我这样的怪物 没办法成为叶太人 陈欢 发生 骗子 全都在骗我 陈欢 不是的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这样 你刚刚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还要说什么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这是我父亲和母亲的相片 我母亲去世那一年 她才三十岁 她才三十岁 她就死在我面前 我喊她 喊了一声又一声 可她再也没有回应过我 后来我父亲因为他过于的思念母亲 也自杀了 原来 叶芝霆 实在害怕 陈欢 我遗传了我母亲的病 不是一个正常人 给不了你未来 叶芝霆 为什么不能只这样吵析 我没有办法忍受拥有了你 只要把你一个人 丢在这个世界上 陈欢 你可以拥有更好的 你不需要有负担 不是真的结婚 是假结婚 你还记得 叶芝手册里说 只有与成人结合 才能开发出最大的药性吗 我想 我轴身实验室 费尽心血把我研究出来 不只是为了金钱这么简单 她光开发我的成本 就远远高于盘盘价格 我想 他们一定是更大的阴谋财 你的意思是 他们也想要你最完美状态的钱 觉得 他们一定在某个地方 一直监视着我 我需要一场婚礼 逼出真正的凶手来 这样 又能救叶芝亭 也能将其究计 找出灭族仇人 好 我答应你 叶先生 这款是我们奥格力公司 最完美的设计 这款项链与对接 隐喻着真爱永恒 婚礼现场上佩戴 再适合不过了 还不错 但是决定权在我太太身上 那你看这款呢 这款代表了 浪漫与爱情 火焰灵动 满是甜蜜与温馨 特别适合 优雅高贵的叶太太 我觉得 可以兜留下 那叶先生 太宠爱叶太太了 叶先生 陈欢小姐 已经换好婚纱了 叶志婷 对不起 这是最后一次利用你 小疯子 这位 如果再早一点遇见你 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你惯我戏 明成换 成 我要 你穿婚纱的样子 真好看 婚礼就定在两个礼拜之后 为什么这么久 你的身体 还能撑到那个时候吗 因为我还要准备一些东西 你放心 所有的一切 我都会安排好的 虽然是假结婚 可对于我来说 也是真的娶了你 小房子 我多想 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小林 上次我捡到那个U盘 我这边破解不了 我现在送到你那边去 你帮我解决一下 好的 新姐 我心里 总有个声音在告诉我 破解了这个U盘 就离不周山实验室的幕后主使 更近了 对了 叶之婷的姑姑 叶若南 查查她的踪迹 好的 喜姐 叶先生 今晚还不睡觉 还有一点工作要处理 怎么 今晚 就想要一起睡觉啊 想了美 我就是怕明天婚礼啊 你顶着两个黑眼圈 我反正再喝 喝 明天交结婚了 紧张吗 我有什么好紧张 反正是假结婚 不紧张 你最好说到做到啊 把这个切了 遗嘱 叶之婷 你干什么 你干嘛立这么不吉利的东西啊 张婉 你别生气 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只想让你好好活着就行 张婉 叶之婷一定认为 这场婚礼 只是我精心布置的骗局 可我 早就确定 在这一刻 把自己真正的嫁予你 叶浅 你说这结婚有什么好 为什么我该跟小嫂子闪婚呢 我居然还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 以后 她就是我的嫂子了 可我还是更喜欢叫她小傻子 二少爷别难过了 叶少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我们应该替她高兴才是 话是这么说 可是我哥这么优秀的人 小傻子怎么配得上 宋次 你怎么也哭了 你是不是也觉得小傻子配不上我哥 不是 我只是为叶少感到开心 你们一个个的 到底长没长眼睛 小傻子嫁给了我哥这么优秀的人 你们一个个还为他高兴 叶少喜欢的才是最好的 婚礼开始吧 叶先生 你是否愿意娶陈欢小姐为妻 一辈子爱她 呵护她 保护她 生老病死 不离不弃吗 我愿意 陈欢小姐 你是否愿意嫁给叶芝亭先生 一辈子爱她 守护她 生老病死 不离不弃吗 我愿意 没想到 是以这样的身份 见证她结婚 请新郎 为新娘佩戴戒指 如果这是一场梦 我宁愿如愿不要醒过来 叶芝亭 叶芝亭 今天想到你了吗 你好点了吗 好多了 说起来 我见过穿乞丐衣服的你 也见过穿青春裙子的你 也见过穿男人衣服的你 不过最喜欢的 还是今天穿婚纱的你 虽然是假结婚 但是我今天真的好开心 哭了吗 我们喝酒 喝酒吧 好 今天的我们 就扮演一天正常夫妻 C姐 U盘已经破解成功 有什么有效消息吗 有 我把视频发在你手机上 好 那妖人 已经成功了三分之二 那怪物的血 和超人结合之后 看了药效 就能够打得最高齿 等那个时候 我就能让你醒过来了 这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事 为了一个躺在玻璃棺材里 死了的人 灭了我全足 等等 这个声音 怎么又要说 是他 小脸 有点事情 帮我去办 我到底 该不该告诉叶志听 宋慈 就是不周山实验室的幕后主使 你有心事 没有 如果告诉他 他的身体 还能承受弱吗 还说没有 都论神了 你对我 不用遮遮掩掩的 有什么就说着吧 我到底 该不该告诉他 我的计划 叶志听 如果我说 我知道不周山实验室的幕后主使 是谁 你会相信我吗 暂时信呐 你查到谁是幕后主使了 幕后主使 是 是 确实 他 叶志听 叶志听 叶芊 我现在要给叶志听换鞋 你要在门口说话 一定不要让任何人再来打扰 特别是宋慈 宋医生 为什么 陈婉小姐 宋医生一直是叶哨的私人医生 他对叶哨的病情最了解 为什么不让宋医生给你们做这次换血手术 现在来一步去解释 王医生 开始吧 宋慈 你 陈婉小姐说了 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作者 宋慈 你干什么 叶哨在里面换血 你不 你们进来干什么 快出去 宋医生 你瞧的可真够深的呀 编号S001 宋医生真是好手笔啊 把我变成怪物 我家破人亡的真正凶手 我家破人亡的真正凶手 没错 就是我 阿西 别来无恙了 这一天 我等了好久 我终于可以输我了 你以为 你还能控制得了我 阿西 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怎么还像之前那样天真 这实验室特意演织的 针对您这些药人气体药气 怎么样 是不是有那么一丝丝的没有力气了 亲爱的 等一会我们换了他的血 我们就可以团圆了 来吧 宋医生 你果然上当 宋医生 你果然上当 我怎么会找到主动现实 到底谁是列 这下你会更清楚 给我 这话 宋司 还是你 我 这 这些都是你的布局 宋医生真是好大的手笔 你说 你到底是谁 母亲 小婷 你还没能认出我来吗 是我呀 儿子 不可能 又是已经死了 是不可能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儿子 事实已白在眼前 两手不信我 你放开我 我一定能救婚你妈妈 这样 咱们全家就得团续了 咱们全家就得团续了 儿子 不能再拖了 你为什么要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 去折磨成患 为什么 为什么是你 是你 我该爱上他 他就是个 无冷不累的怪物 我之所以 没有阻止你 离开他身边 就是因为 只有和你这个病人结合 有人的血液 才能达到极致者 儿子 你难道 不想让你妈妈活过来吗 你赶快抽光他的血 咱们一下 就可以团圆了 可是妈已经死了 他没有死 他只是睡着了 你醒醒吧 我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 你就算把他关在冰棺里 关上一百年 他也不会活过来的 姨志庭 你住嘴 儿子 我求求你 赶快抽开他的血 咱们一家就得团聚了 哥 哥 你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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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好想你啊 你知道吗 我等了你二十年 苏南 你先等一等 让我 把晚饭前救活 哥 我为了你知情为嫁 难道还比不上一个死了二十年的死人吗 姨志庭 你知随 你是我妹妹 哥 我是业家抱养的 我和你没有血缘关系 哥 和我在一起吧 忘了那个死人 不会让你永远的幸福下去 不可能 我这一生 我只爱晚饭一个人 他只是一个死人 一个死人 只要把那个怪物的血 给晚饭换上 他就能活过来啊 换血 我早就派人用药膳毁了你的药人 你现在不仅救不了那个贱人 也救不了你儿子 你知道 为什么明明小婷做了抑制症的阻断 还是会得这个病吗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从那以后 我偷偷让小婷 喝了那个贱人的血 你果然够狠 我一夜肉难得不到的 我就会飞了派 哈哈哈哈哈哈 原来你和我是同类人 为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也许我们真的设在一起了 哥 你真的想通了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我们想通了 想通了 你 你有没有一点点爱过我 有你的儿子 给我陪葬 我不愧 我不愧 无痴 虚蠢的女人 我花费了病实的心血 和无虚的贤财 眼睛出的不周善药人 岂是你所谓的这些药善 就能脱坏的 第三阶段的药人 哈哈哈哈 那是生的杰作啊 该清理的我都清理干净了 我亲自来外去 别做梦了 实话告诉你 我和陈欢根本就没有同 他们没有到达三七 你说什么 我现在还不反 啊 你疯了 我应该叫你松医生 还是叶先生 不顾不重要 我更好奇的是 你明知道 要人 只能救一个人 为什么不顾自己亲生儿子的死活 为了毫无可能的事情 就复活一个死了二十多年的人 就复活一个死了二十多年的人 在你心里到底谁更重要 晚安 会死 可叶芝廷快死了 你的妻子 要是知道你用他的孩子 去换他的命 他会原谅你 晚安 他一定会恨死你的 他宁可用自己的命 换叶芝廷活着 晚安不会恨我的 喂 那是他的儿子 他的命根子 晚安不会恨我的 他会他一定会 你根本不懂女人 一个母亲 要是知道 你用他孩子的命 去换他的你 他会恨你 永生永世的恨你 而且 他绝对不会选择 用他孩子的命活下去 他会死在你面前 去陪他的儿子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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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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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代表叶芝 向你村沾那些枉死的人道歉 薛海深沉后 这么一两句话 是无法弥补的 那就用你的一身来弥补吧 我相信这也是母亲所期望的 那你呢 我们现在可以开发第三阶段了 长官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忘了 我可是神异谷的凤凰 给你半重生的 我可以给你换血 并且不会伤害自己身体的 这话我永不负你 我们还是最老包的